中国台北的北夷公路边有一间特藏室 书库内珍藏着民国时期毛主席的亲笔诗词古本 台媒今天报道称 经鉴定 该诗词却为毛主席亲笔书写 报道称 毛主席这首轻传诗词堪称古本 格律取自南宋诗人李唐作品 书写在宣纸上并落款 墨迹原文为 于李孤村学李山 看时容易画实难 早知不入实人眼 多买猪杀画牡丹 特藏室研究人员指出 这首诗是当年毛主席写给西行漫画作者陈书亮的书序 这首诗描述进村子里时还飘着细雨 跟白雪矮矮的远山形成一幅意境缥缈的黑白色世界 但人们不喜欢黑白世界 也很难画 且人们更喜欢富丽繁华 报道称 最后一句的借物批语也很绝妙 研究人员说 朱砂可以解释为象征红色革命 而牡丹则是在1949年后成为果花的花种选择之一 对于这首毛主席诗词里未曾出现的手稿 研究人员在去年5月发现后 十分慎重地位请见识科学专家鉴定 毕竟不同时期毛主席的签名都不一样 经专家鉴定出判位毛主席的墨迹 让人疑惑的是 为何这孤本会在大陆消失 反留存在台北 研究人员从出处解释认为 应该是对日抗战胜利后第二年 胡宗南部队侵略延安后 当时延安撤退时来不及把书带走 为国民党截获而得以留存至今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